被警方通缉的云尊集团创办人廖顺喜在潜逃了一年又22天之后 昨天突然到武吉安曼全国警察总部自首 结束自己当过街老鼠的逃亡生涯 那么警方动作也很快 今天就把廖顺喜带上了雪州沙亚男法庭面控 但是面对26项洗黑浅罪名 廖顺喜都否认有罪 但根据控状廖顺喜被指 在2016到2021年之间曾多次进行洗黑浅活动和非法活动收入交易 涉及的款项超过3600万令吉抵触了反洗黑浅法令 一旦罪成廖顺喜将被判监禁不超过15年 以及罚款贿赂金的5倍或者500万令吉是何者为高 法官在廖顺喜表示不认罪之后 批准他以100万令吉和两名担保人下保释外出 不过廖顺喜必须每两个星期到五级安曼商业罪案调查组报道 还有提交护照给法庭 而廖顺喜今天早上上庭面控的时候 全程面无表情 表现得非常淡定 今天一早 大批媒体驻守在雪州沙亚男法庭门口 等待被通缉一年多后 突然自首的云尊集团创办人廖顺喜上庭面控 但是记者等啊等 始终等不到廖顺喜的踪影 原来他是已经从后门进入法庭了 让等待多时的记者扑了一场空 在法庭逗留超过三个小时之后 记者终于等到了廖顺喜出现 他身穿黑衣 戴上黑口罩 还扣上手铐 全程面无表情 当面对记者提问时 廖顺喜只是低头不发一语 并在警方的押送下进入电梯 这样的他和五年前形成强烈对比 五年前廖顺喜因为涉嫌殴打志愿警卫团 被押往雪桌安邦推示厅申请延扣时 曾对媒体三度高喊正义必胜 态度嚣张 有什么话要讲吗 你觉得这也是无辜吗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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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